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0年1月29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 最近史丹福大學出了一個科學家的排名名單 我們很尊敬的鍾南山就晉升了這個名單的十大 究竟為何美國這次這麼好死 會承認我們國家專家的地位呢? 另外我們香港的專家顧問袁國勇 這次又有沒有份呢? 另外 立陶宛容許台灣以單獨台灣的名義 在他們國家設立代表處後 我們中國和立陶宛的關係就跌至谷底了 立陶宛的總統最近想怎樣補獲呢? 我們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又有甚麼回應呢? 最後 最近梓敬上了英國BBC一個節目接受訪問 究竟為何他們會找梓敬上去呢? 整個節目背後又有沒有不為人知的黑幕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Omicron變種病毒肆虐全球 美國 澳洲這些國家一直採取所謂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令死亡人數屢創新高 相反 我們國家和特區一直堅持用動態清零的策略 直至最近 香港才開始有人放風 說繼續保持清零行不通 究竟哪個策略較好呢? 根據美國一個學術機構的研究 似乎有些看法 美國史丹福大學最近公布了一個 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2021的名單 其中在呼吸學科全球排名中 我們很多中國的防疫專家都名列前茅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專家組長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今次的名單上 就位高全球第八位 而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系的講座教授許樹昌 更加排全球第二位 而除了許樹昌和鍾南山 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 這個旺審和國家呼吸醫學中心的關偉傑 亦被列入全球50名 認真厲害 至於香港人最熟悉的專家顧問袁國勇 這次似乎榜上無名 其實看看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的排名榜 就是由史丹福大學的John Leonidas 的教授團隊發布的 由全世界接近700萬個科學家當中 細選出世界排名前2%的科學家 排名分22個領域和176個子學科領域 數據庫包括各領域16萬個著名科學家 所以鍾南山和許樹昌能夠獲得史丹福大學的認證 入到前10名 可見就連美國的學術機構 都對內地和香港的動態清零擴疫策略 有某程度上認同 最近有些人放風說由於Omicron沒有之前的變種 那麼嚴重而且傳播那麼快 所以應該跟它共存 但是如果你看看現在不少國家 為了短期的經濟效益 採取和病毒共存的策略所帶來的惡果 大家就很快可以判斷得到 是否應該這樣做 可以新加坡這樣 作為第一個轉為和病毒共存政策的亞洲國家 確診和死亡人數 在政策轉變後都呈現幾何級的增長 當地疫情雖然曾經回落 但是因為Omicron在全球流行 最近病例又大爆發了 1月20日的時候 甚至乎錄得第一宗Omicron的死亡病例 當地衛生部更加估計 每天將會有1萬宗或者更多的新案例 至於另一個和病毒共存的國家美國 在星期四破了單日紀錄 確診110萬人 亦有2267人因染疫而死亡 這個數字是遠遠高過去年9月爆發Delta疫情時 2100宗單日死亡的人數 反映因為Omicron所帶來的死亡比Delta更多 證明所謂的乳病毒共存根本不可行 而且香港長者的疫苗接種率嚴重落後 一旦和病毒共存發生大爆發 這群體弱又完全不受保護的一群 一定會拖垮整個醫療系統 即使Omicron沒那麼致命 但高傳染性也難免會帶來大量嚴重個案 需要吸氧的設施和深處治療部的床位 那到時怎麼辦呢 和其他地方不同 我們香港最重要的就是和內地通關 而清零一直是我們國家的策略 亦是通關的先決條件 如果一天不通關 我們的經濟多受影響 多少兩地的家庭要繼續分架 會造成多少悲劇呢 再加上就算Omicron沒那麼致命 它是否不會再變種 如果我們決定和病毒共存 然後它又變種去到另一種更嚴重的版本 那我們便麻煩了 相比之下 中南山領導我們國家的動態清零策略 即是在發現有本土病例出現時 快速撲滅疫情就有效得多了 當發現病例時 政府會快速採取公共衛生和社會干預措施 運用中西醫結合等方法 有效救治患者 防止輕變重 減少重症和死亡病例 看看數據 我們國家是世界上新冠病毒死亡率最低的國家 患病率是10萬分之9.4 死亡率是10萬分之0.4 其實是很成功的 而香港特區本來也有一段長時間沒有本地個案的出現 若非陳肇始及陳凡的政策漏動 被基組人員豁免隔離檢疫 香港也未必會爆出第五波疫情 幸好市民的防疫意識高 才令香港的感染和死亡率沒有大幅提升 怎樣也好 Omicron的傳播力這麼強 而且新冠的康復者也可能會出現不少後遺症 現在說要和病毒共存 不是等於投降永遠不用通關 所以大家最近一定要多點發聲 千萬不要被所謂與病毒共存的聲音壓倒 說完抗疫想說說立陶宛 自從台灣省長蔡英文上台後 到現在已經先後有8個國家和台灣斷交 令台灣所謂的邦交國只剩14個 所以蔡英文政府多不受國際社會認可就很明顯 不過有些國家竟然亦潮流而行 好像東歐小國立陶宛 最近替台灣玩東西 完全無視我們一個中國的原則 所以當然要付出代價 事源上年8月立陶宛政府不理我們國家的反覆交涉下 竟然容許台灣以單獨台灣名義 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 明顯違背了一個中國的原則 也嚴重影響到我們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所以就引發我們國家作出趙回大使抗議的強烈反應 上年11月底 立陶宛總統魯塞特曾經辦事 呼籲中國不要太生氣 叫我們接受台灣在立陶宛開代表處的決定 那當然是不可能 所以當代表處在上年11月掛牌後 中國外交部將我們和立陶宛的外交關係降級 降到最低的代辦級 亦因為這樣 立陶宛貨物在中國清關時 當然沒有以前那麼長順 令到當地經濟大受影響 除此以外 2022年立陶宛最大的港口克萊佩達港 他的貨物吞吐浪亦因此減少了40% 事源因為受到地緣政治關係的影響 部份舊有客戶開始避開克萊佩達港 而轉移將集裝商運到拉脫維牙或波蘭港口 所以立陶宛明顯是不需要拿來損 國家搞成這樣 總統魯塞特在今個月初接受電台訪問時還死撐 說不認為被台灣開代表處有錯 只是被他們以台灣為名做錯 還乘機割席說這件事沒有被諮詢過 這麼大件事就這樣看新聞也知道 你當總統假裝不知道 可信性真的很低 魯塞特又說一些非傳統的手段 被用來對付立陶宛 所以必須積極對歐盟指出 說這些是針對歐盟國家發起的攻擊 擺明想拉歐盟下水幫他 真是離譜 而這件事再過了三個星期後 見到自己國家經濟越來越受影響 魯塞特最近又改口 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LRT在星期四報道 說魯塞特受訪時 說台灣辦事處在立陶宛語、英語和中文的名稱 說不一樣 要修改一下 台灣駐立陶宛機構的英文名 他們說用的是台灣人文 英文是Taiwanese 是中文名才叫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 而魯塞特說台灣代表處的中文名 才是立陶宛和我們中國關係下降的關鍵因素 而根據路透社的報道 亦說立陶宛官員現在在商討 是否應該修改代表處的中文名 嘗試上是舒緩和我們國家的關係 但立陶宛外長重新沒有計劃改名 以及台灣省的自稱外交部 亦說沒有接獲立陶宛的要求更改代表處的名字 面對那些資訊七國那麼亂 我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前天也有回應 說我們國家已經多次說明 立陶宛涉台灣問題的實質 而立陶宛亦對其中的屈結其實是深知吐明的 如果立陶宛真心要舒緩我們兩個國家的緊張關係 就應該拿點誠意出來 用實質行動來糾正錯誤 回到一個中國的正常軌道上 好像現在玩文字遊戲是不可以蒙混過關的 如果立陶宛真心想要緩和中立緊張關係 就應該拿出誠意 以實際行動糾正錯誤 回到堅持一個中國的正確軌道上來 玩弄文字遊戲 不可能蒙混過關 對了 趙立堅說得太對了 想挽救和我們國家的關係 也許是魯塞特麻煩他們都是懸難壓碼 別以為改了名字就沒事 馬上就關閉台灣所謂代表處 再回來跟我們說吧 說完立陶宛想說說BBC 這兩天大家在網上或不同群組 都可能留意到一段影片 就是致敬上了英國BBC的節目 Hard Talk接受訪問 這個Hard Talk是BBC的黃牌政治訪問節目 曾經訪問過很多不同的國際政治領袖 例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 委內瑞拉的前總統查韋斯等等 問題極度尖銳 而且對我們中國是絕對不友善的 今次訪問我的主持 Steven Sacker 更是他們節目中最王牌 最尖銳的主持 他們這次邀請我的過程也很有趣 因為他們不知道是否沒有我電話 不是打給我的 他們在Twitter留言信箱裡 PM我問我有沒有興趣接受訪問 雖然立場不同 但不可以不佩服 BBC的製作是很認真的 好像上節目前一個星期 有BBC人員和我做了一個訪問前對談 花了50分鐘 更深入了解 致敬從政的心路歷程 以及對政治制度的看法 這個做法 致敬在本地媒體之前接受訪問 從來未試過 而主持Steven Sacker 對於香港的情況 亦比我想盡中了解 他們在這個訪問中 當然是想偏頗 不斷老屈說香港沒有民主沒有自由 但很感謝葉太葉劉淑儀 在上節目前和我做了大量的功課 預計了很多他們的問題 所以可以力保不失 而且他們的問題雖然很有針對性 但其實他們對所有嘉賓都是這樣 例如當他們找泛民的人做嘉賓時 例如我試過找陳方安生 或楊岳橋時 主持又會站在另一邊 反問對他們的質疑 當然力度沒有質問我們建制派 而這麼厲害 很多網友問我們 明知主持的問題這麼偏頗 為何還敢上節目呢? 其實是這樣 我和詠欣、林林等等 上年成立了一個中國故事聯盟 希望可以加強我們香港人 在國際輿論工作上的參與 所以我亦希望可以透過BBC這個節目平台 向西方觀眾講述中國真實的一面 說好中國故事 而有關的片段除了在香港受到廣傳外 我知道在內地也上了微博熱手 得到很多內地網民的支持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未看這條片的朋友 請按這裡 過去看看 指徑如何在BBC 揭穿西方國家的雙重標準 下次見 拜拜 HEREN martin 可 愛 小 便 以 賓 骏 卡 9